和欢山武岭风景区 观景台上聚集了许多游客拍照 但是他们无视现场 禁止攀爬的告示牌 直接跨过栏杆 站在断崖边上取景 甚至一旁十几岁的小妹妹 也跟着有样学样爬过栏杆 大人们等于是做了最坏的身教示范 一旁有民众忍不住提醒他们 这样子非常危险 没想到这群游客完全不在意 还出言反呛 因为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丽 常常有游客被吸引 越走越靠近悬崖边 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两年前曾经连续发生游客 为了拍照不慎摔入山谷的事件 我觉得好危险 掉下去就要浪费社会国家资源 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如果游客不听管理人员劝导 最重可罚三千元 提醒民众不要为了拍照而乐极生悲 另外在花莲七星潭风景区 有民众拿着塑胶袋到海滩捡鹅卵石 甚至把家里的铁锅都拿出来装 之前曾经有陆客企图带走五公斤的鹅卵石 幸好在机场就被查获 没想到现在还有民众以身试法 自然的东西还是归给自然吧 那就是我们有看到就好了 但是要带回家就不是很好 根据发展观光条例和风景特定区管理规则 对这样的行为可罚三千到一万五千元 县府观光局呼吁民众 到了风景区千万要发挥公德心 只要用相机跟眼睛把美景带回家就好 记得陈家贵南投报导